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华了解多一点》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中国速度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10日建成两间医院 中国速度再次震惊世界 不过这个速度并不是为了创造记录 而是与死神竞赛 去年12月一场世纪疫症突袭湖北武汉 疫情迅速蔓延 为了打赢武汉保卫战 全国4万名医护逆行出征 辞缓抗疫 与此同时 鲜为人知的是 还有4万多名沉默惊雄 从八方赶到支援 并肩奋斗 不免不忧地 抢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 疫情爆发初期 由于对病毒所知有限 防控工作难以掌握 病毒在武汉迅速蔓延 但在市内的传染病医院床位 严重不足 大量病人求知无门 眼见情况危急 武汉政府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全速建设了一间 专门接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 这是救命工程 早一分钟 起好医院 便能早一分钟拯救生命 这是临危寿命建设团队的使命 亦是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一役 参考2003年抗击沙士的经验 轻建集中收治疫症患者的医院 能够迅速扭转抗疫被动的局面 1月23日 武汉市政府决定参照当年 在北京小汤山医院 兴建一间专门收治新冠患者的火神山医院 一场同时间竞赛的战斗正式打响战鼓 10日 建好一间医院这个任务 落在中建三局身上 而眼见第一个难题 就是当时是正值春节 很多民工当时是回乡过年 怎样可以即时召集到 那么多不同范畴的专业工程人员 和建筑工人呢 中建三局迅速调派了武汉市正在加班的 五个建设项目中的1400多名工人 1月23日 进场当晚 率先展开场地平整工程 负责人同时向整个中建集团的员工 发出英雄帖 结果一呼百应 当持援工程人员陆续进场的时候 施工途子仍处于分秒必争的设计之中 为了应付极速的时间要求 工程设计 施工 监理人员一起铸守现场 边施工 边修改调整 基于任何一个环节 都绝对不可以出问题 工作人员每一日都处于极限的作战状态 可想而知精神压力有多大 眼见确诊人数急升 1月25日 武汉市政府决定在火神山医院之外 再加建一所雷神山医院 规模大过火神山医院一倍 但工程一样赶 为了短时间内 建好这两间医院 一切环节都已以小时 甚至以分钟计算 上千个工序 每一个施工步骤都要准确到位 工程大量 运用装配式建造 电脑模拟做模 智慧建造等前缘技术 根据现场的情况 即时修改调配 除了快 更重要的就是安全 两间医院合共于4万多人 同时聚集在工地 疫情防控都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医疗单位为此 专门建立了5384的防疫模式 即在办公区 工人生活区 设置5个固定的红外线测瘟仪 在施工场设置3个流动测瘟点 8位管理人员随身攜带测瘟仪 现场巡查测瘟 确保所有作业人员 每日检测体温起码4次 另一方面 传染病医院的施工精密度 亦都要求极高 例如医院的手术室 ICU重症监护室 都要装上专业的空调淨化机组 和各种专业的医疗仪器 此外 还要同时建设污水处理站 和垃圾焚化池 任何有毒气体 污染水源 医疗垃圾 都必须全程密闭处理 在施工现场 不同的单位要同时处理多个项目 工程系统安排必须井井有条 而不像一般建筑程序按部就班 逐项完成的 各单位必须紧密配合 确保万无一失 2月4日 想签名解放军医护人员 正式进驻火神山医院 开始收治病人 2月8日 设有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 正式收治首批确诊患者 不过工程团队的任务还未完成 医院建成就立即要使用 即是完全没有调试的时间 各个系统如果出现问题 必须立即处理 不可以在救治过程中发生意外 所以收治病人之后 还需要一批工人留守 而参与医院维修 意味着要进入受病毒污染的 雄区隔离病房 高峰期 每一日要完成600多项的维修 确保医院正常运作 他们成为除了医护人员 和住医院的患者之外 进入雄区最频密的人 业内人士评价 两间专治传染病的医院的建筑速度 比正常快了至少一百倍 而因为特殊的时间点 被全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 见证了中国人的团结和毅力 怎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 总共事谈德塞话 我一生人从未见过这种动员 任务完成之后 这帮沉默的英雄 没有豪言壮语 也没有欢呼庆祝 他们默默吩咐大江南北 重返各自崗位 和全国人民一起 迎接抗疫的最终胜利 大家看完片别走 记得点击订阅键 之后再按下小铃铛 当有新影片的时候 便会通知你了